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《缤纷娱乐秀》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《缤纷娱乐》现在开手! 6月18号,肖战的最新采访视频出炉,这次采访视频时长达到了25分钟,透露出来的信息量比较大,涵盖了大家关心的方方面面,整个采访过程当中,肖战的状态是非常的好,几乎是微笑着回答了所有问题,对于人能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,肖战也是直接面对,没有反护其词,回答的总是很坚定,同时可以让人看出他的真诚,一个人无论任何时候都要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, 肖战也不例外,肖战给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,或许就是他说的那样啊,人要清楚的知道自己从哪里来,即使回到原处也会接受,一个不曾忘记自己是从哪来的人到哪去是不会被打倒的,短短的一句话可以看出来肖战的心态是非常好的,历经多日的被持续抹黑,实实在在的影响发生在了肖战的身上, 但是他不抱怨,不推脱的积极心态,令很多人佩服,面对有些人对于公益的质疑,肖战的回答亮了,有人监督是好事,反而是对他的一种督促,而不是单纯的理解为故意有人找事,而监督会让他把事情做得更好,对于如何看待当下这个问题,肖战不假思索的说,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,所有的精力也都是一种财富, 如果不够通透,如果看不到问题的本质,那么肖战是说不出这样的话的,其实很多人在听到了这段话之后啊,都非常的欣赏肖战,他确实没有让人失望呀,当记者问肖战是否也有累的时候,肖战实话实说,当然会有,我又不是一个机器,也会失落和不开心的,但作为公众人物,不能够把这些负面情绪传递出去,而是有责任的呈现出来正能量的东西,看着肖战的采访,好像就是和邻家大男孩面对面的老家常, 没有什么设防,没有虚伪的做作,有的只是真实的表达,很多人喜欢肖战,就是看到了肖战的真诚,不做作,而在他的采访视频里,他的表现亦是如此,记者问肖战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工作要安排,肖战就说,对于他来说,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拍戏,毫不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,也是肖战以一贯以致的做法,无论是做什么,说什么,都以真实的状态面对,让人感受到真诚,采访视频里边,肖战还可以, 谈到了更多的内容,比如说,对于完美偶像,以及人味的理解,还有如何排除负面情绪,怎么样进行自我调节,等等很多内容,都能让人感受到他不一般的人格魅力, 在肖战的身上,永远都会让你看到一种阳光和温暖的东西,也会让你看到一种不妥协,不屈服的倔强,更会让你看到一种坚韧的力量,看着肖战在镜头前的表现,真的想不出来,他曾经并且正在经受着抹黑的一个人, 在还说出的每句话当中,都散发着一种阳光而魅力的清零独有的味道,他的话并不是什么空谈,没有什么豪言壮语,有的只是言之有物的一些具体事实,而这样的人,真的很让人喜欢和欣赏, 肖战,你值得大家这么喜欢你,我们很乐观的相信,肖战未来的路一定会非常通畅的, 6月17号,肖战让网友们高兴至极,视频当中的肖战,暖心的教着男生怎么样去拥有爆棚的男友力, 怎么样能够成为合格的男友,除了要有健康的体魄,还要有会拍照的技能,除了给女友拍出满意的照片以外, 还要会自拍,为自己留下珍贵的瞬间,同时肖战在视频的最后还说了,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最独特的,这不单是说给每一个男生的,也是说给每一个女生的, 同时,有关于618带货数据出炉,在预售阶段,肖战代言品牌的产品销售额已经高达4800万元了, 其消费辐射力以及带货指数登顶休闲品类影响力冠军, 其消费的带货能力处于前端的位置,尤其是肖战代言的开小灶百威两个品牌的预售表现出色, 让粉丝们高兴的是,就在其他品牌有意避着肖战的时候, 开小灶和百威这两个品牌却连起手来, 共同邀请肖战作为他们的代言人,并且分别在各自的官威上面联手发布肖战的代言, 可以说这真的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。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这两个品牌的销售数据为什么那么好了, 品牌对待起自己的偶像,而作为偶像在自己需要并且在力所能及的力量之下, 当然愿意购买肖战代言的品牌的东西了, 反正买谁家的都是买,买肖战代言的产品不但是对肖战身体力行的支持, 也是对于黑粉们的有利还击, 黑粉们越是抹黑肖战,我们就越是要买肖战代言的产品, 让他们气得上气不切下气最好了。 因为恒伦始终想不通的就是,即使没有错误的肖战, 委屈着自己给大家道歉了,他也做了自己该做的一切了, 但是有一些人还是故意揪着他不放,抵制他上影视节目, 抵制他的作品的播出,恨不得让肖战退出娱乐圈呢, 这是人性当中的恶,只是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, 一些黑粉们能够幻然醒悟,放过肖战, 放过他人就是放过自己,不要再跟自己的执念做斗争了, 因为所谓的肖战地狐,根本就是一个笑话, 每一个喜欢肖战的人都能够明显的感觉到, 肖战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是越来越多了, 这对于肖战本人来说,还是说对于喜欢他的人来说, 都是一件好事情,只有这样才能够慢慢的从原来的227风波当中走出, 才能够消除带来的负面影响, 同时这也是对黑粉们的最大打击, 他们当初的目的非常明确, 就是希望肖战能够在娱乐圈上消失, 但是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, 肖战是越挫越勇, 每次出现都是阳光温暖,自信满满的样子, 让喜欢的人心生欢喜, 让恨的人悲伤自责。 肖战代言的产品你曾经买过吗? 你觉得购买肖战代言的产品是对于黑粉们最有利的反击吗? 欢迎你以评论的方式参与讨论, 感谢你的关注, 让我们深情守护肖战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 感谢大家关注《缤纷娱乐秀》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,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 拜拜。